各位聽眾大家好,歡迎來到維園,這次又是踩場 維園他踩場 自從我們的節目出來之後,不知為何,都不斷有人過來踩場 其實無論踩場也好,捧場也好,我們都很歡迎嘉賓來跟我們聊 不過有少少詐型就是,江洋氣太重了,希望下次有些女性來踩踩場 你放心,我們一定會親吻的 會不會性別歧視的? 我們絕對沒有歧視,我們更加歡迎 是不是要先介紹嘉賓? 我們今天請到Ben和William Ben先介紹一下自己,大家認一下聲音 我是Ben,大家好 今次特地過來踩場,大家有不同意見,磨擦火花出來 希望大家有些新的觀點 好似行運超人一樣,要找些紅豆豆氣昂昂的男士過來踩踩旺旺的場 另一位就是William,William是金融界的 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William 跟大家學習一下 我們在這裡學習一下 我們在這裡,一來到就很短 我們在這裡是展會,各司各法去公布 我們通常踩場也好,捧場也好 我們一定有個題目要談 我們今天就定個題目 當然要拆鞋 副台長最近出了一篇文 看你不出那麼拆鞋 沒辦法啦,要賺錢 沒有收錢,要賺錢 這句對白通常是我說的 我們今天講的題目就是香港的產業問題 其實也順大講 這是發賣人的飯碗問題 因為之前我們在講年青人上位 向上流的問題 既然有兩位專家在這裡 我們就可以順著這個題目講講 Ben 我知道Ben是從事進出口戒的 是,我自己本身現在都有做一些貿易生意 當然我亦都有做一些在香港 例如一些工程上的生意 其實現在產業這件事 我覺得五花八門 但其實在香港的產業問題 亦都算是一個結構性問題 其實很看到就是 之前我們的曾先生 我們的曾特首 講過很多的六大產業 但現在突然之間 感覺上好像蒸發了 其實我覺得 我們應該是要反映一下 但六大產業好像不見有貿易業 因為傳統來說 我們香港的幾大支柱 地產金融、貿易 你也知道 都是一直在傳統做的事 六大產業就是 以前說一些新的事 另外我們剛才說的傳統產業 有一個很重要的金融業 當然要找William來留言 其實是金融包拳 算不算呢 我就覺得可能會有 有多霸? 我來聽聽 有多霸? 你看看現在有幾多人 在金融業 沒有工作 覺得霸不霸? 那些年輕人 是不是真的可以 上到位呢? 那其實怎樣才能上到位呢? 賺到錢 還能升職呢? 還是買到樓來? 我倒過來說 年輕人 第一 現在心態去 是真的很想 急功近利多了一點 很快 那我這裡留言 急功近利不一定是年輕人 其實所有人都是急功近利 對比在20年前的我們 可能 對錢比較敏感 好像我們剛才說 現在很多人都喜歡入i-band 但是以前那些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入i-band 其實我覺得是文化轉變 現在有港女烈神 那你有港女烈神的問題 令男生更加 以前是有土師為財 現在是有財師有女 那又不是 現在多了北望神州很多選擇 大家 北望神州那些都很高要求 現在已經不同了 我覺得就是 那些港女可以北望神州 那我這裡問問Ben Ben 都叫做中年有為 少年而已 中年 老年 其實某些程度上 心態已經是很老年 那你說你開頭入行的經歷 可不可以都給我們大家聽眾聽一下 年輕人最怕的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除了打工 打工完之後 我都希望有自己一片天下 有自己一些成就 很多時候都想著重商 或者進入一些產業 但是大家都會發覺 起步那一刻是很困難 很困難就很喜歡罵人 罵什麼就罵霸權 這個地產霸權 那個金融霸權 搞到我現在這樣 那不如你和我們分享一下 你成功的經歷好嗎 其實成功呢 你說成功是愧不敢當的 那我們都是叫做 希望自己可以貢獻到 或者做到一些事情 自己當然也可以找到多少 安頓家人 你說新一代年輕人 我覺得其實機會是有的 剛才我們在麥克風之前 就跟文哥談了幾句 關於一些產業 其實年輕人 香港年輕人有很多很有為 但是那個機會是比較少 好像IT IT行業裡面 我剛才也說了 有幾個叫做悲哀的笑話 其實有很多 悲哀的笑話 真的很悲哀的笑話 有兩個是印度人 有一個是中國人 另外一個才是白人 證明我們 特別是香港人 香港人有很多 即是開梭的部分 當然也有很多不同的 animation 或者設計的 graphic 香港人是做得很出色 但是我們香港是沒有一個發展空間 給他們 還有一些專利 有一隻叫做暴走鞋 他不是IT 結果版權被外國人取得了 而發明者 當然也不得知 好了 講到相機 大家都知道現在有face capture 這件事 也是香港發明過 但也是專利賣了給別人 這些全部我覺得都是一個悲哀的笑話 但你沒辦法 我記得當時說 我們那艘太空船 上去有筷子的原理去夾櫻石 那個know how也是香港 但問題是 你在香港發明了這件事 沒有市場價值 你不賣給別人做 香港何時有價值 經常說地產霸權就是一件事 你不是涉及磚頭 好像有很多 很多年輕人想去創業 假設去銀行去做一個proposal 叫貸款 如果沒有磚頭的話 那個經理也不會理他 但如果你在外國不同 外國可能會覺得 你是有一個潛質在 他真的有膽去貸款 我相信這也是很大的問題 最近CY在施政部出了一個四字真言 在台灣借過來的 叫官產學研 四個來自不同方面的 就要通力合作 就等你剛才那些錯配 什麼 即是沒有市場價值 那些科研 可能我們又把priority擺好些 然後有些產業 可能要跟官員合作 給一些津貼、資造、扶植 給一些學術和研究 然後將它商業化 你覺得這個故事 會不會說得很動聽 但我覺得這件事是死火的 台灣正在做的 我又講一個例子 譬如說 我們經常用meme帽子 3M 以前3M發現meme帽子 那個人就想發明膠水 誰知道發明膠水 是貼來貼去都貼不穩 所以如果純粹市場道向 以政府的角度來看 你這件事有沒有市場價值 便會浪費 你基本上發明了一大堆東西出來 由市場去選擇 哪一種有好處或是不好處 這個我想說 之前我亦都聽過幾次訪問 有一位之前我們的財政師 梁錦松先生 這位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也是 最早期是做金融出身 我們小時候入行的時候 我還記得就是 我們現在的亨達集團主席鄧先生 他們已經在家庭做大佬 叫做我們小朋友 梁錦松先生 如果我沒有記錯 如果我已經沒有記錯 他已經是神台偉 他給我的印象 我們剛剛入行 他已經是神級 他接受了一個訪問 我不想太離題了 我再重提一件事 他講過一句話 現在好像中小企批的基金 是由政務官批的 他很肯批一件事 你做官 你不是做生意 你怎麼知道可以不可以呢 而我覺得梁錦松先生 也知道 很多人對他的印象是不好的 其實我覺得 如果在生意和經濟角度 他絕對是一個很厲害的高手 我都說了 我絕對是梁先生粉絲 我也是 不過錦松卿 不是CY 我現在的老婆好一點 因為一提到銀行的問題 不如我們也請教一下William 因為金融業 剛才Ben說著 可能銀行對於產業的發展 其實也有很大的影響力 不如你在這方面留言一下 好嗎 如果你說銀行業 我只是有一個印象 銀行只是有錢人 我也覺得是 就像剛才Ben 所謂的 我們說了這麼久 都已經 起碼你要有一塊錢 有些東西 你才可以發到 但是 一些年青人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磚頭 在手 夠早興的 Andro Investor 又說什麼Venture Capital 就是天使融資 我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等於我要解釋給大家聽 什麼叫天使融資 就是 你如果發展一個事業 有些外國基金 看中你的東西 通常是父母 然後他就會把錢放進來 讓你發展一個事業 如果你能發展到 他可能會拿某些 shares 或者拿某些 profit 甚至乎把東西賣給別人 之類 因為我們要跟聽眾解釋一下 對於 Angel 其實我覺得 這個是 我們中國人 或者叫我連大中華 所謂的私募基金 和外國的Primary Fund 其實原出一物 只不過人家那個 是做得比較有系統 其實我同意主持人說 這件事就是 就像我剛才說 梁錦松先生 說一些政務官去批 他說 他們那種做生意的手法 其實我同意說 他們批 有十單 其實你預計了七單輸 三單中的話 你都開香檳 四單中 你一定會贏到開行 你好像產業問題 你很難怪說香港電影 最近叫做好一點 葉敏潮 又做黃大道友 一代中師 嘩 看不掉 我對我的介大熱 Sorry 但是 你看到 有些朋友 甚至乎在其他的傳媒 接受訪問 那套電影 拍好了 那套資金 都還未能搞出來給他 他們真的很慘 政府經常說 支持中小企 支持什麼行業 究竟怎樣支持呢 真的要拭目以待 看看梁先生怎樣做 我這裡順帶又說一下 如果說 中小企幫助他們的基金 我記得施永青先生 那時候也有提過 他自己也有過創的基金 他就是在說政府 他說政府要借錢給人 首先要確保自己 政府這塊錢不會蝕掉 施先生就說 如果你是一門生意 你剛起步 有什麼可能會不蝕呢 所以他就說 我整個大基金出來 不要緊 九成我預料給你們蝕 但是我有一成 可以生存到 我就多了一個新的空間 你覺得 作為政府 是不是可以有 施生這種空襟 中間 你有沒有利益輸送 那你講 這四個字就沒得好說 沒得好說 我覺得不需要顧慮這麼多 等於有些人 我也講了 梁錦松先生 有很多人批評他 把那個教學制度 搞得好像很私營化 我敢問世界 十大學府 最厲害的那幾間大學 有哪一間是公營 有哪一間是私營呢 你叫Pinston那些 可不可以走回頭呢 你想想 他當然一定是有商人支持 去一些舊校友 或者其他 例如Stanford 之類 當然 你看回 好像由90年到現在 大部分的物理學 諾貝爾得主 都仍然在Pinston上教 是 其實 看回政府的決心是多大 我也同意 你說可以不可以 我覺得是人選問題 但現在 暫時 比較投行的話 就是 看不到政府 有些什麼 智囊是比較特別出色 基本上 剛剛不是有個金法局的 不是 智囊基本上都不肯回政府 是呀 怕了 即是有料就不會回政府 人 我覺得最主要 又不可以這樣說 William 有時候是一件事 是怕了 我覺得 是被人罵到怕了 其實我挺喜歡有William說這句 因為我不肯入政府 所以是不是正在 你有料 所以說你在維園內吵 所以我一定堅持這個說話 有料的不肯入政府 就是打三個字我們做的事 在野玩 沒錯 Villiam 也說說吧 對這方面有什麼看法 你如果真的說什麼基金 最重要是審批上的問題 很坦白地說 是 又要審 又要批 批得來 時間都已經長了 一長了 創業那個由青年都變成中年 所以官產的參與 其實產的主導也挺重要 因為他知道市場要用什麼 然後告訴學術機學 研究機學 你R&D 麻煩我要這方面的突破 你給我想想 我覺得 開頭的時候 你已經參與了 整件事就容易了 因為我們以前也有 跟創業機構打交道 那些人不是想跟你做人勢 第一件事坐下 我怎麼閃 第一件事 你跟我說 Exist strategy 你跟我們的年輕人會不會有落差 年輕人就是不喜歡幫你的大商家 喂 我發明東西給你賺錢 那不是很不道德 對不對 就會有這個情況 他們不肯自然 那你又沒有看少商界 商界你沒有market 我不是跟你create 一個出來 iPhone 你有沒有想過有market 我絕對同意 有些事是不單止商界 是完全相負相成的 問題是 我覺得 重心的確有事是在政府那裡的 因為政府是一個僑良的作用 就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你好像外國那些聰明的大學 Princeton那些 他每一年 為什麼商界會去簡卒呢 你真的不停賺錢 一個經濟掛稅也好 或者是一個學術掛稅也好 他不停研發 人家可以投資很多資源下去 那香港有沒有呢 香港現在見不到油 你就算說有多少產業都好 其實都是假的 結果 都是變成磚頭 那你很難怪 現在的氣氛就變成了地產霸權 那你怎樣看過 仇傷的情緒呢 因為好像是新一代仇傷 好像很嚴重 因為那些人 有一件事 有幾位曾經都說過 有幾位名人 當年包括 亦是我另外一位 很欣賞的實業家 就是胡應商先生 很多人覺得他 或者是親中也好 或者其他事情也好 但其實他很敢說話 我覺得他說 現在的年輕人 不是失望 是絕望 為什麼會絕望 我覺得是批評得很好 就說我們香港 其實比新加坡不差 為什麼我們要住這麼差的地方 為什麼生活會被人困苦這麼多 其實有很多事情就說 要政府去帶頭 去怎樣去解決這個結構性問題 那地產霸權來說 受傷 受傷就一定有了 坦白說 現在年輕人 大家都懂得計算 你要說難聽 那些關卡 樓都說賣過萬元一呎 那有多少年輕人 可以出來工作 儲多少年錢 才能給予首期 才能供到樓 我覺得 地價 即是香港的經濟 其實我覺得 始終是太依賴了一個地產 但這樣就變成仇地產商 我們中小企很可憐 被他們仇買了一份 我覺得這方面 又不是太厲害 會不會工種越來越少 以前很多年輕人 做到事 可以慢慢一步一步上 有得升職有成 但現在工種越來越少 現在仍然有 你肯做地盤 明天就能上班 就是你會不會去做地盤 你會不會去做地盤 文公子 現在地盤 如果你肯回來 他的薪金真的高於一般的辦公室 現在不止 分分鐘 扎鐵才厲害 William帶出了一個說法 就是工種方面越來越少 其實也回應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說 我們是不可以再堅守我們傳統的產業 所以就要找一些新的產業 新的出路去 何去何從 之前曾特首說的六大產業 不知道是否中 醫療已經死了 在這方面我們再探討一下 我們留下一節的時間再跟大家說 好